这几天香港不平静 怎么说呢 怎么一直在跑几次发生这个未爆弹 发现未爆弹 其实讲到未爆弹 大家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爆 如果爆了之后 其实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第一个动作 赶快拉起封锁线 所有人赶紧避难 你看就在前几天已经发现了一个 结果昨天的时候又在同样的工地里面 他又发现另外一具未爆弹 这个地方是位在香港湾仔的一个捷运站 它地铁站正在施工 结果工人 这个是挖到第二颗 湾仔很热闹 就下成看 在市中心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第二枚卡在哪里 从这个剖面图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一挖出来 钢架下面 全部都在这边 而且它的雷管 就是引爆雷管的已经破损了 所以短时间之间挖出第二支 赶快所有的香港警察 又开始封锁湾仔 又要准备开始疏散 因为为什么呢 这要讲到之前 就前几天发现的那一枚 那一枚呢 是第一枚发现的这个部分 然后它当时呢 发现的时候呢 它也是埋在这个土里面 然后呢 总共花了26个小时 才把它拆除完毕 为什么香港警方 选在现场来进行拆弹 而不是把它带走呢 那是因为呢 这一个未爆弹 当时呢 埋在土里的时候 它里面还有500磅的TNT 高爆性的黄色炸药 然后当年呢 美军投了这一型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炸弹呢 那这一型呢 其实杀伤力就非常的大 它一旦爆炸的话呢 是方圆1000公尺到2000公尺呢 全部都会受到影响 整个碎片这样 啪这样出去的话 非常的可怕 所以香港警察呢 完全不敢等闲适之 第一个 先拉起封锁线 旁边堆满沙包 第二个呢 就赶紧疏散 湾仔周边 1500名的香港居民 让他们大家赶快 该下班的赶快下班 该回家赶快回家 这个爆炸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于是呢 香港警方呢 再派出这个特种的 这个部队 以及这个香港的拆弹专家 进行这个拆弹 那经过26个小时 才把这个卫爆弹的危机 给解除掉 那这个卫爆弹呢 之所以会这么让人家担心的 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香港 大家会担心说 地底下恐怕还有很多 应该多 大家没有发现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当年呢 1941年到1945年的时候呢 香港的北角跟湾仔地区 这个地方呢 是刚好那个时候是日军 很多这个所谓的储藏设备 以及一个军事设施的地方 当时日本是占领这边的 所以美军在轰炸这边的时候 都是以湾仔跟北角 这些地方拼命的丢 那所以呢 同一个地方 连续发现两枚未爆弹 那这个真的不能等闲适之 那一旦爆炸的话呢 那不止居民受害 周边的建筑物恐怕都会糟糕 那大家对这个香港 拆弹警察的印象都觉得 你看 有电影啊 对电影拆弹专家 谁演的刘德华 对 所以你就知道 你看 从他拆弹的表情就知道呢 这个一点点不小心 你剪电线 剪错边 你可能人命就没了 你人就没有了 你以为他身上的防护 这个非常的彻底 其实没有 这一旦炸开的话 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所以呢 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 大家在拆除这些卫爆弹 或者是拆除炸弹的时候呢 绝对是全副武装 而且在拆的时候呢 都要小心翼翼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够出错 所以说呢 当然我们就讲说 那如果人 人总是有这个人命关天嘛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改用机器人来拆弹 会不会比较安全 应该也会吧 其实早在1972年的时候 一直都有 英国军方就已经想出来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都觉得说 因为经过大战的洗礼 大家都觉得说 那每次拆这个炸弹的时候 大家压力又很大 所以英国的一位这个上校呢 他就发明了这个 全世界第一台的这个拆弹机器人 叫做独轮车一号 那为什么叫独轮车一号呢 因为其实他就是用这个 独轮车的那个杠杆的那个原理 发现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把这个东西呢 当成一个遥控车 你知道吗 其实呢 说他的机器人不是很精确 应该是说 他是一个无人移动 像无人汽车 遥控车 你可以远端遥控的遥控车 你看他前面的这个东西 独轮车一号前面呢 他是用什么原理来进行拆弹 其实他就是把高压的水柱 灌在你的这个车子里面 所以说慢慢的接近 你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呢 他可以远端遥控 这个人在安全距离之外呢 遥控你这台车过去之后呢 用水柱去切开他里面的 这个雷管 破坏那个雷管 对 破坏那个雷管 然后呢 因为用水柱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就是怎么样 他的模式是会比较 不会引发 因为他热度会比较 有水嘛 对 他的摩擦深入的那个地方呢 会比较让那个热力减少 就比较不容易引发雷管的 一个爆炸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部分除了拿来拆炸弹之外呢 也会拿来扫地雷 拆地雷 以及拆除一些其他部分 对 你看这个部分的演练 是英国军方当时候在演练说 汽车炸弹在这边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所以呢 这整套的一个下来的时候呢 大家都觉得说 这是一个化石代的一个设计 因为呢 如果没有这些机器人的话 可能人命呢 就会不值钱了 对不对 不小心死了 那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拆弹专家 恐怕就会魂归离恨天 那这个机器人呢 其实演变到后来 就发明了各种不同的角色 那让人类能够更方便 来拆除这些东西 但是呢 最近引发一个争议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些救命的拆弹机器人 如果拿来杀人 会怎么样 也可以杀人 对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部电影叫《机械攻敌》 就机器人杀人 对啊 那个好莱坞演过很多这种电影 为什么魔鬼终结者 天网这样一被渗透 然后全部的机器人 都拿来杀人 对 那会不会有这种状况呢 其实这是专家担心的 但在美国确实发生这样的争议 发生这样 对 这个人是达拉斯杀警案的主谋 叫强生 他当时呢 在一个黑人抗议 这个白人的一个场合 就抗议这个警方 什么滥杀的一个场合 这个强生本身有军方的背景 他火力非常的强大 当时他怎么样呢 躲在一个车库里面 直接狙击路上的警察 还有民众 当时造成五个警察死亡 七个警察受伤 还有两个民众也跟着受伤 五死九伤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当时美国在达拉斯 然后达拉斯又是以前甘乃迪 被射杀的地方 所以你知道在这个部分来讲 大家都是如临大敌 一开始一早去一早在哪里 好不容易找到了 但是没有办法接近他 因为他掌握了 很好的那个地利的一个环境 所以警方完全没办法接近他 也没办法跟他对话 那强生扬言说 我今天警察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怎么办呢 因此呢 最后不得已想出这一招 直接把拆弹机器人 慢慢的接近强生 因为强生当时甚至扬言说 我已经在达拉斯 你们这个广场周边 我全部埋了一堆炸弹 那这堆炸弹 我会同步的引爆他 到时候呢 大家跟我一起死 所以说那个 在这种威胁性强大的情况之下呢 警方呢 当时是运用了拆弹机器人 远端遥控 慢慢慢慢的接近了 对 接近他 直接把这个机器人引爆 直接引爆了之后呢 那这个人不就也 这个人也当场就被炸死了 对 然后因为为什么拆弹机器人 可以引爆炸弹 其实一般的拆弹机器人 上面呢 一定会有一个小型的炸药包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是用来 比如说这个清除 这个雷管周边的一些东西 当你在拆除之后 它可能会把它 直接炸掉或怎么样 基本上是用来清除障碍用的 但是呢 这一次呢 这种小型的炸药包呢 拿来杀人了 那因此呢 这个警方当然被质疑啊 他说奇怪 你们又不是说 同归于尽的方式 对 又不是美国军方 在伊拉克打仗 也不是什么 对不对 你为什么可以用机器人来杀人呢 这样会造成警方 滥杀的一个状况 万一以后 你们看到一个嫌犯 直接拿枪 对啊 那你也拿着机器人 去那边把它炸死 那怎么办 那会造成滥杀的一个状况 不过美国的警方呢 这次有解释 他说因为当时的情况 实在太紧急了 对不对 一方面警察已经死了五个 然后呢 也有一堆民众受伤 警察受伤 另外一方面 他扬言要把整个杂拉市 周边那个广场都炸掉 人命关天 所以才采取了 这样的一个必要措施 但是呢 机器人有 会不会就是造成滥杀的 这样的状况 恐怕还有在专家呢 还有一些这个法律层面呢 必须要来规范他 另外这个少年的人生 因此就被毁了 这个少年呢 被警察给设计了 警察设计他先去碰毒品 然后把他抓起来 当作是冲业机啊 哇 文雅你知道 最近警方不是在大局 扫荡黑帮吗 对 但是相对的 台北市的信义分局 跟万华分局 也大局的被联政署 跟调查局扫荡 为什么呢 因为信义分局 跟万华分局 连续爆发出 远警收贿的弊案 收贿 收贿的弊案 到目前已经牵连了 包括甚至新北市的 这些警员 已经牵连了十几个 现在目前都在侦查 有的已经被起诉 那今天台北地监署 最新起诉两位 信义分局的远警 一个叫朱定邦 一个叫扶修明 好 那您刚刚就有提到 一个好好的少年 为什么会被毁了一生 那整个案件就 源自于这位侦查者 信义分局侦查者 朱定邦 那其实朱定邦当政察组 也很久了 有一段时间了 那他是在今年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为了求绩效 所以他跟桃园地区的 一些兄弟很熟 那今年他去主办一场 这个枪炮案件的时候 他就带着这个扶修明 因为他们两个是同事 好 就借着说要去查枪炮的这个理由 到了一个民众家里 好 到了民众家里 结果他就吩咐这个扶修明 你把一把枪 之前他在不知名处取得的一把土制改造手枪 放在那个茶器对象的冰箱上面 嫁祸给民众 对 嫁祸给一个民众 那这个民众不知道 好 这时候 但是他也很聪明 朱定邦也不自己下手 他就打电话给中正的分局的员警说 我这有一条线报 说有个民众家里有抢你们去查 查到之后我们来分绩效 好了 中正分局员警就去冲 果然Bingo 好 那这个民众也就莫名其妙的 对 被人家摘了枪 好 就被移送把办 现在还在侦办 好了 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件 好 另外一件呢 朱定邦他又为了要去弄毒品绩效 然后呢 毒品早东早西找不到怎么办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 曾经被他们抓过的毒品假释犯 他就跟这个假释犯讲 你现在还在吃吗 对吧 如果是你乱来 我就给你操 毒品不是很难 对 如果你不要我来动你的话 很简单 你弄一些药过来 然后你再去找一个未成年的 为什么要找未成年 因为未成年会行责比较轻 对 所以他说 我们就把这个药 放在这个桃源市的某公厕里面 然后 然后你就叫这个少年去拿来吸 而且他还吩咐 你要跟这个小孩讲清楚 吸大口一点 因为为什么要吸大口 这样我才咽得出来 独物反应 对 我才咽得出来 这个小朋友当然也是 就是这种庙会阵头的 他也不明就里 反正大哥叫我去 我就去 所以就大口吸大口去 然后当场就被他抓走 然后去咽尿 后面这个少年被移送 但后面这个少年越想越不对 他想我干嘛去卡这种案子 对 所以他去案中跟家人讲 家人去案中检举 然后才把这个朱定邦 这个案子掀出来 好啦 那我们就讲了 警察是要抓犯人的 不是导演 那朱定邦就常常在扮演 扮演这种导演的角色 除了刚刚那两件以外 那今年他透过桃园的黑道兄弟 得知有个无姓男子 因为在赌场赢了好几百万 有钱 那好几百万 你通常钱一漏白 会招致各方的苍蝇上门 他竟然也是苍蝇之一 他就找了另外三个桃园的兄弟 然后就说我们来设局 你们去把他绑起来 把他绑起来 那我来出来当调人 那如果和解金 拿到和解金的话 我们来一起分一分 结果他那个赢钱的无姓男子 就被人家绑走了 然后他就好心好意 来解救这位无姓男子 好 所以我拿到八十万 大家分掉 再加上另外一件 他的一个朋友的老婆 因为赌债赌书 欠了大笔债 被人家押走 那好啦 他也现在这有利益可图 所以他也在没有跟分局报备下 自己带枪 自己带所有警用装备 然后冲去人家的赌场 邀人家把人职交出来 他就说我是警察 你们就不要乱来 人职交出来 什么事都没有 好 又借此收费了一笔 那所以后面这整个案子 就是因为这样子 一连串的牵连下来 结果造成朱定邦跟辅修明 对 两个人现在被地检署起诉 好 那讲到我们讲说 刚刚现在检掉大局在搜索警察 那受伤很重的 其实近年来 当然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地区 对 这一家出了很多事 板桥地区出了好多好多事 这几年来 那当然前几年发生一个 很恶劣的一个状况 板桥分局的侦察者 有 舒服明 那他恶劣到什么程度呢 他在辖区里面 他找了几个朋友 开了应召站 好 那这应召站呢 就设在他们家附警 而且他还负责租房子 给这应召站去看 警察租房子可以开应召站 对 给应召站去查 好 那他就去买通 他自己的派出所同事 还有勤务中心的同仁 不可以来查这样吗 不可以来查 为什么要买通勤务中心呢 因为勤务中心 只要有民众检举报案 或是由最新的勤资进来 勤务中心一定第一的知道 可以马上通风报信 好啦 那他要求 这应召站业者 用什么代价来偿还他呢 第一个 按月给钱 第二个 还要给他白嫖 对 那好啦 问题是他又有个坏习惯 他每次酒后去跟人家白嫖 所以酒了之后 风声传出去 没有一个小姐愿意敢接他 受不了 因为做白宫嘛 哪个小姐愿意敢接他 后面这应召站的老板 建议说 如果我不把他按赖好的话 那以后我也玩不下去 所以含泪 叫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来去陪这个苏不明 对 这个真的是人差两失 但是这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这个苏不明过分到什么程度呢 他用过之后 他竟然说 这不错哦 跟这应召站 这个老板讲 你女朋友不错哦 那以后就固定陪我 不但陪我 还有哦 我的同事也要一起陪 所以吃好到小薄 他邀了一大堆他的同事 竟然来去白嫖这应召站主任的女朋友 好 那另外呢 更好笑的是 他除了做这种行为以外 他跟另外一个园警 还有这种为了应召女郎 产生三角恋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他旗下买通的一个园警 因为被他养成一个白嫖的习惯 也常常在这个应召站白嫖 突然间就喜欢上里面一个身材 婀娜多姿的女大学生 那当然后面这个园警 就很护着这女大学生 然后就不准舒服民去碰他 但是舒服民又觉得说 你会维护的那么好 表示一定不错 我也要 我一定也要 想到底 所以就天天去怂恿他这个同事说 拜托你也借我一下 借我弄一下 但是两个人就为了这样子 纠缠了一年多 舒服民没有迟到 但是两个人感情也因此 然后决裂 所以到后面的时候 他的这个同仁 也咬出了这一段 就是他罪行 他专门在白嫖 我承认我有错没错 但是他更恶劣 我这个同事他更恶劣 好 那这只是其中一件 那另外一件也是同样板桥分局 同样的案情也发生在他们身上 板桥派出所有几位园警 他们也是一样 利用自己的老婆的名义 租下了好多的空房子 也是印招战 对 提供给印招战使用 不但提供给印招战使用 还提供给毒品 吸食人口 在里面吸食毒品 那一样 那久而久之 那后面 自己不但老婆 下海 不是下海 是老婆成为印招战的老板 对老板 那老公就负责当警员 帮他们为事 然后通风报信 那结果也造成了 有同事之间去白嫖 所以后面小姐受不了 去跟督察室检局 所以他们一并的被操掉 所以说其实 好警察很多 但是这种坏警察 最近竟然一个一个都被拔出来 其实真的相当的难看 也是传奇 但是我们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美国的科学家说 其实距离大概现在一百多年前 人类曾经把黑猩猩 跟人类拿来交配 然后生出一种叫猩猩人的 星球崛起的人出来 如果真的有的话 现在应该找到尸体 听起来不可思议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家研究 猩猩的DNA 去氧核糖核酸 里面的结构 跟人类只差1.24% 我想都很接近 对不对 甚至有的黑猩猩 之前我们也曾经介绍过 有的黑猩猩甚至会上学 也会跟人家学着讲话 过聪明 感觉起来有点点 人类的一个智商在 对所以说 大家其实一直来说 百年以前 就一直有这个论战 究竟人能不能跟猩猩混种 因为我们知道 马跟驴混种之后 会出来裸子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说 这种相近的 大家都觉得好像可以 结果呢 美国的这位盖洛普博士 他非常有名 在生化学界很有名 他说呢 在一百多年前呢 美国的科学家跟医生呢 早就已经把黑猩猩 跟人类的混种生出来了 叫做猩猩人 妈妈是谁 爸爸是谁 他那时候就说 那个由人类的精子 去给这个母猩猩 人类是男人 对然后用人类受精 男性的人类 对给母猩猩受精 还是人去生就对了 对就是母猩猩生 母猩猩把他生出来 对 然后但是呢 问题是 问题来了 好 当时呢 据说这个生下来之后呢 那科学家就觉得头痛 为什么呢 这个感觉很违反 是医学伦理 尤其那一百多年前 大家都觉得 哇 这看起来简直是 让他长大也不是 这两个物种 应该不会自己交配 让他长大也不是 后来决定很残忍的 怎么样 让这个刚生下来的猩猩人 安乐死 把他安乐死 安乐死 那盖洛普说 这个是一个他的前辈 这个在他的实验室里面 听到的这个消息 传言的可信度 非常的高 真的没有生过 对就是百年前的一个事情 对 那所以呢 盖洛普有讲说 其实呢 在这个部分来讲 因为太接近了 所以他认为 人类跟猩猩呢 是可以混种 是可以混交 是真的生得出来的 对不对 那我就想问 那究竟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人真的 拿去做实验 对不对 真的有 而且呢 还曾经被纽约时报登过 再实验一次 这个人叫做伊曼诺夫 有没有看到他的眼神 看起来呢 就是一副 非常的阴沉的样子 对不对 他为什么呢 你知道 他是史达林手下的 生化的大将 对 那史达林那个时候 就跟他讲说 伊曼诺夫你过来 我跟你讲 我现在要研究一种东西 叫做超级人类猿猴战士 听起来名字很长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交给你的任务就是 你要把星星跟人类混种 哎呦 哎呦 生下来的呢 我要他有发达的四肢 有人类的聪明 四肢超发达 对 然后呢 你只听了一种指令 但是呢 你不用 你不会去思考太多 吃的东西呢 你吃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你今天跑到丛林里面 你要吃虫 吃什么都可以 随便你 不要跟人类一样 那么讲究 但是呢 他要打仗 看到这个星球崛起 对不对 因为星星还是有一些智商 他要把它结合起来 成为一个超级的战士 对不对 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你就知道 史大林那时候 想要称霸世界 对不对 好 伊曼诺夫就跟史大林说 好 报长官 拿二十万美元给我 我去非洲 帮你找到这个可以配的 保证成功 哦 然后史大林听到很开心 伊曼诺夫 我太相信你了 你赶快 把钱赶快拿走 赶快去非洲 赶快把它弄好 人配黑星星 结果他就去了 他那个时候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呢 找到了好的 很强壮的黑星星 男性的 男的 女性的 母的黑星星很大的 他把从俄罗斯 自愿者身上 抽取的人类的男性精子 贯到这个母星星 两星星来生 对做人工受精 可是呢 他后来又做了一件 让大家觉得 感觉起来有点 无法想象的事 他是倒过来 把男性猩猩的精子 然后跟女性的人类 女的女人 对然后人类女性来生 两边都试验 对两边都试验 但是呢 这个实验后来也没有成功呢 这个实验后来没有成功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 人工受精是这样一回事 那个时候可能 第一个技术也不到嘛 第二个 我们连人类不运症 你要做男生跟女生的受精 都不太容易了 你还要跟星星 对不对 也许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是很清楚 当时他的实验室是在哪里呢 他的实验室是位在黑海 的克里米亚半岛附近的一个城市 那后来呢 到最近几年呢 几年前的时候 去挖还挖到那个遗迹 真的 还挖到那个猿猴的骨骸 所以证实 伊曼诺夫真的有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问我 他没有成功 回去 怎么跟史达林交差呢 史达林当然 勃然大怒 史达林就跟伊曼诺夫讲说 这样你过来你过来 你不是跟我讲 一定会成功吗 钱都给你了 二十万美金耶 你以为是两块钱吗 对不对 就直接把它流放到 哈萨克斯坦的沙漠上 你就去死吧 对不对 然后就果然过了五年之后呢 伊曼诺夫就不幸的死亡了 对 那其实这就是整个的一个 真的有人做过实验 对不对 那大家也都很好奇 然后但是在1970年的时候 在美国出现了这只黑猩猩 叫做奥利弗 奥利弗很有名 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奥利弗当时 叫他做什么动作 跟他讲什么话 他都听得懂 对不对 还表演 哇 底下很多人都看他表演 对不对 那曾经一度 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看到猩猩这么厉害 而且还可以穿衣服 然后你知道他干嘛 还可以出来握手啊 走路啊 对啊 你跟他看起来 看到美丽的女生 可能还会贴上去 对不对 奥利弗有没有可能是猩猩人 对不对 那个时候就被人家觉得 好像有可能是混种 不然你怎么会那么聪明 对不对 好 结果后来呢 奥利弗过世之后呢 他们去检查他的DNA 结果DNA验出来 他其实真的是纯种的猩猩 所以其实呢 这个是证实一件事情 就是猩猩真的具有人类 大概五岁左右的一个智商 但是他还是没办法超越人类 因为他没有办法讲话 香港音乐圈 还有香港演艺圈当中的 一代宗师黄瞻 你一定听过 现在已经过世很多年了 黄瞻当时呢 做了包括沧海一生肖 包括妾女幽魂 包括上海滩 包括男儿当志祥 你一定都听过 他真的是一代奇才 不过他的脾气也非常大 他骂过成龙 骂过李小龙 对 其实黄瞻 叫瞻书 2004年过世 肺癌过世 当时64岁 现在已经14年了 走了14年了 但是黄瞻留下给影视圈 娱乐圈 文化界的一些影响 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刚刚文瑶讲了 他其实骂过刘德华 也骂过成龙 打过李小龙 因为其实黄瞻是 外号叫不闻瞻 不闻就是不闻雅的意思 黄瞻很会爆粗口 粗鲁 为什么 因为他父亲从小就是这个煤矿工 煤矿里面讲出口 他说他父亲的影响 那刚刚讲他为什么去骂刘德华呢 他其实讲话就是这么的直接 当时刘德华自己写歌 他就是跟刘德华讲说 哇 我从来没有看文 你怎么这么笨啊 写歌写这么差 如果不是你自己唱的话 怎么会有人听呢 刘德华被他这样讲了三年 终于写出来一个冰语 冰语有红啊 对 那当然是被黄瞻这样子 骂出来的 那成龙当时小龙女事件 发生了这个 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他就黄瞻就讲了 他就批了一些话 他说 男人留情不留种是风流 但留种不留情是下流 他说成龙下流 因为他说你留种 但是你又跟吴奇力不好 所以这间接就说成龙下流 李小龙他们两个 在拉萨书院就是同学 当时黄瞻跟李小龙同学 黄瞻因为帮表弟 受李小龙欺负了 去打李小龙 李小龙后来追着黄瞻打 两个人打了一个多月 后来不打不相识 成为莫逆之交 那这就是黄瞻 其实大家都以为黄瞻 是作词作曲的这个词曲家 其实大家不晓得是黄瞻 最早从广告界出发的 他是香港第一代 最早跨多元文化的 一个文化人 他其实在念学校 拉萨书院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 拉萨书院你看黄瞻掌 这个样子 他其实在学校的时候 后来念香港中文大学 他念大学的时候 就身兼多职 香港第一家电视台 立的电视台 他已经在里面做编辑 做主持人了 还同时玩band 玩音乐 还有唱歌 然后又学口琴社 然后做歌词 乐器 是一个多样的天才 才子 他大学毕业以后 事实上却 香港中文大学毕业 他做了两年老师 做了两年老师 真的坦白讲 龙困浅滩 他的那个才华 是不能只做老师的 结果他马上投身到 香港的一个广告公司 就是香港的 英美的烟草公司 当时一到了广告公司 哇 马上活药 在广告公司 发光发热 黄真在广告界 二十多年 写了非常多的文案 很有名的 他当时在英美的 烟草公司卖酒 他写过一个广告 人头马一开 好事自然来 这个广告的slogan 帮这个烟酒厂商 赚了八九年的 用了好久 好多年 他也帮香港的 这个劫狱的 政府劫狱 弄下了这个口 就生男也好 生女也好 当然是用广东话 有押韵的 就是怎么叫就够了 类似这样子 他有非常多的slogan 他当时还有很多 在广告界的 很多会智人口的事迹 当时的广告圈 意气风发 跳槽了几家公司之后 成为香港 第一大广告奇才 收入是最高的 还被国外得奖 后来跟 外国广告收购 成了一家盛世广告 好那香港 其实黄真做广告的时候 你看香港 大家都去过香港 大家乐 这个饭是饭餐厅 连锁的 对 这个是黄真一手搞起来的 大家乐是他弄出来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当时黄真 做广告之外 投资拍电影 弄了一部 当时温拿吴虎起来了 他就找温拿吴虎 拍了一部电影 叫大家乐 就这个电影红了 红了以后 大家乐的老板 罗先生 创办大家乐集团 大家乐集团 连锁公司 电影捧红了温拿吴虎 对 就是黄真跟他的partner 林彦宜两个促成的 其实黄真在80年代 香港TVB 无线港剧的 所有的词曲 都是他跟顾家辉包办的 上海滩 楚留香 还有所有金庸小桌改编的 《倚天屠龙记》 《天龙八部》 全部都是顾家辉 谱曲 黄真写诗 真理组唱 铁三角 当时每一次这个音乐 给他们两个人 一给他们两个手上 顾家辉先去谱曲 给30天 顾家辉到第29天 才有工作情绪 谱出来了 最后一天给黄真 黄真说 哇 你就最后一天给我 结果两个人一天都弄出来 而且更厉害的是 经常有个罗文 一进录音室 一个字不差的 马上唱出来 罗文唱歌的 都很厉害 所以黄真 顾家辉 当时是这个辉煌 辉煌组合 还开个演唱会 OK 当时90年代 笑傲江湖 黄飞红 倩女幽魂 这些歌都是黄真做的 那黄真其实讲了 他跟 他的人生当中 有一个工作partner 就是林燕妮 非常的重要 林燕妮当时跟黄真 在广告界相似 一个迪士尼的广告 两个人认在一起了 黄真后来广告圈 待了22年 中间有一半时间 黄真后来 跳了几家工之后 发觉 不要帮人打工 自己出来 跟林燕妮合股 开了一家 黄雨林广告公司 这两个广告公司 在香港 非常的刺诈风云 接了很多电视台 政府机构 烟草公司 银行 各种的广告 打出了知名度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黄真跟林燕妮 展开了一个 很长的情缘 就在广告界 做了22年之后 黄真倦怠了 当时因为他电视 电影的词曲 都非常的夯 黄真决定 投资 把广告公司 不做了 广告公司收掉 不做了 声音那么好 也把他收掉 做了22年 他决定全情投入 影视跟拍电影 就没有想到 这样一来 惨了 黄真压错了宝 七八部电影的剧本 拍不出来 又帮香港 一个乐剧女龄 红线女出唱片垮了 结果赔了几千万 当时黄真 因为黄真整个人生 大起大落 广告界 娱乐界 但是这一次 黄真大跌 跌入谷底 跌入谷底之后 黄真当时就开始 要赚钱了 赚钱刚讲 黄真签了 当时演三级片 签了几部片约 大贤师 然后银座西村 布文大张夫 我跟你讲 他签了四部三级片 他自己主演 100万港币 自己下去演 对 他当时也在电台 主持城市追击 就为了赚钱 因为他当时全部垮了 这好赶 对 他垮了 其实当时林燕妮 帮了他很多忙 黄真还开过一个电视节目 叫做《今夜不设房》 是跟倪匡 蔡兰 你看 林金霞是嘉宾 Talk show 对不对 这是个Talk show节目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 这个《今夜不设房》的雅士开呢 因为倪匡当时 迷上了 还没有开节目的时候 倪匡迷上了一个 叶总会的妈妈さん 经常去找他们 去找蔡兰 黄真两个好朋友 去一种会捧场 结果他们一去发觉 天哪 妈妈さん 找来的女生又不漂亮 然后别的女生 也不会滋后他们 一整个晚上 就他们三个在那边 激发讲话 一讲完话 一买单 上万元港币 他们说 怎么这样太划不来了 干脆 我们不如自己 到电台开个节目 我们找美女来上节目 来喝酒 结果这个节目红了 三个老男人自己讲话 自己讲话 酒商也赞出 而且这个节目 请来林青霞 然后都是张国荣 大咖来谈话 谈心 每次录两个小时 第一个小时 还有点拘束 酒一喝 第二个小时 全部都乱讲了 内幕八卦 全部都出来了 当然讲到黄真 其实他的感情生活 四个女人 一段婚姻 当然跟林燕妮最厉害 黄真其实 第一任婚姻跟华娃 华娃这个女生 是当时香港 上海世家 非常有家世 一个书香世家 华娃13岁去参加歌唱比赛 黄真是鼓手 两个谈起恋爱了 两个人在一起 从谈恋爱到结婚 因为华娃家里反对 家里非常有家世 反对这个男生 后来两个人 不顾家里反对 结婚了 一共从感情到婚姻 16年 帮黄真生了一个儿子 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华娃是一个显内著 黄真当时的广告圈 跟林燕妮已经走在一起了 两个人合开广告公司 已经有婚外情了 但是华娃当时呢 跟黄真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说 你广告圈的压力这么大 华娃鼓励黄真 压力大的时候 去找一下舞小姐跳舞 找一下酒郎 我都不在乎 这么贴心啊 就是让她先去玩 可是没有想到 黄真是红粉知己 是林燕妮 当时这两段 其实黄真跟林燕妮讲说 我跟华娃已经没有实际关系 我们分房了 所以林燕妮跟她在一起 可是后来林燕妮也心死了 为什么 因为华娃又怀孕了 最后华娃是 怀着孕的时候 去跟黄真要离婚 因为她知道 她跟林燕妮在一起了 林燕妮跟黄真在一起 华娃16年 林燕妮14年 这一对呢 至今后来都没有结过婚 在黄真 大家都以为他们结婚 他们没有结婚 中间在一起分分合合 最有名的一次 他们其实两个人私下结婚 是在金庸家里面 那一次是 金庸主婚 对 八九年的元旦 他们在金庸家元旦 你看八九年元旦 然后金庸在中间 林燕妮在这边 这个是倪正 这个是李嘉欣 林正当时是跟李嘉欣在一起的 你看当时是因为 大家在这个元旦 看烟花倒数的时候 就决定说 现场有个律师 在金庸家跨年 有个律师 干脆就来结婚 当时金庸马上写了一个对联 用他们两个的名字 黄鸟七燕朝 余子节老 林花瞻遭雨 共军永年 金庸写了一个这个给他们 可这个婚姻不具法律效应 因为是自己私下的 没登记 对 可是你知道吗 当时两个那么甜蜜 后来爆发了新闻事件 黄瞻林燕妮闹上警局 为什么 那个事情90年非常非常大 吵架 其实后来到八九年底的 黄瞻林 搬出林燕妮的爱潮 因为黄瞻当时事业垮了 欠下很多钱 然后林燕妮又是意气风发 因为林燕妮是一个非常财女 广告业界财女 她也是文学家 林燕妮是被 这个泥匡跟金庸认为 是当代最有名的香港文学家 林燕妮非常漂亮 她的稿子是喷香水 又有这个香水作家的美名 她的稿子先喷香水写作的 好了 90年那天晚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闹得非常非常大 黄瞻先搬离了林燕家 后来有一个晚上 黄瞻指导林燕妮的房子里面 去他家 其实林燕妮已经把锁都换了 家里有飞庸也不准开门 那天晚上黄瞻喝醉了 杀去以后 那个飞庸居然开门了 知道是前 就是男主人 不能不开 就开了 我跟他讲开了不得了了 黄瞻他一进去之后 先拿一个锤子 把林燕妮 因为林燕妮之前嫁给谁 嫁给李小龙的哥哥 生了一个儿子 当时儿子在家里面 他用锤子把这个儿子抓住说 你相不相信 因为喝醉了 相不相信我打爆你的头 结果黄瞻影在里面闹了 把这个豪宅里面呢 都打坏 砍到寸 全部翻了 连大门呢 石心的大门 石木大门 只剩下中一条横 空了 里面东西书架全部丢了 然后呢 浴室里面呢 泡了两件貂皮大衣 泡在水里面 后来警察报警来了 大衣还有尿味 撒尿啊 在全部的这个里面 整个疯了 后来外劳做比讯说 怎么一直讲Henry Chen Henry Chen 什么意思呢 这不是 是杭嘎禅 是香港话 姓家臣 刘德华曾经讲过这句话 被停演在电子上面 因为香港有个广东话 叫杭嘎禅 杭嘎禅是全家死光光 是个骂人的话 祖祖他全家死光光 所以当时菲律宾外劳说 一直跟他讲说 先生一直跟他讲 Henry Chen 听不懂啊 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知道是杭嘎禅 后来结果这一次之后呢 他们这个事情闹了很大 但这个事情之后 林燕妮彻底的离开了黄瞻 两个老死不相往来 刚那张照片就是在 2000年 梅艳芳还没过世之后 两个相聚已经各在一方 不再见面了 好了 黄瞻后来生意垮了之后呢 第二任老婆 陈慧敏 Winnie 这个女生呢 其实是林燕妮公司的 一个行销经理 等于她的部下 而且是林燕妮的亲戚 把Winnie找来公司的 这个女生一开始来的时候 是个小女孩 很羡慕林燕妮大姐姐 很羡慕黄瞻大哥哥 每次说要一起去玩 一起吃饭 就没有想到 引狼入室 最后跟黄瞻弄在一起了 林燕妮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但是Winnie家非常有钱 从小呢 家里做劳斯莱斯的 所以黄瞻后来90年以后 她的生意垮了以后 是Winnie帮她 重新再 再再再还再起来 前从这边来 而最后黄瞻得 黄瞻的最后的晚年 是Winnie的这个照顾 黄瞻也因为跟Winnie 陈慧敏后来产生了 感情非常的浓 黄瞻为她戒酒戒烟 那最后癌症的整个的状况 是陈慧敏在陪她度过的 那后来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红粉 自己白韵琴 黄瞻特别喜欢 教这种才女 白韵琴当时也是 每天玫瑰花去去送 然后所以黄瞻 其实一生风流 但是她整个来讲 她的情史也非常的精彩 玛雅文明里面相信说 人死之后 灵魂会通过一个隧道 然后可能跟阿拉 跟菩萨 跟耶稣在一起 不过事实上大家已经看到 真的好像有这样的隧道 这个隧道现在被发现到 在墨西哥的地底下 是的 最近在墨西哥的历史学 与人类学协会 他们组成一个 水下考古的团队 然后进行这一个 在现在墨西哥 东南部这个地方 有个半岛 叫做尤卡坦 我们中文翻译成 尤加顿半岛这个地方 进行水下洞窟的 这一个探勘工作 水下的洞窟 那这个所谓 卡斯克地形的话 它其实是一种 石灰岩地形 而然后跟当地的 这个地理环境 跟天后状况有关系 而且才会形成 像这样子的一个 地下的一个洞穴 在这个地方 很少有地面上的 河流存在 因为说呢 这里会下雨 而且几乎是在 夏季的时候 这个每天都会下暴雨 但是很奇怪 是那个水下来以后的话 水是不会形成 地上的河流的 都流到底下去了 那水到底去哪个地方了 告诉各位 因为它地下这个地方 是石灰岩地形的关系 所以其实水下来以后的话 就直接渗入地底下去 形成地下的一个河流 那最近的这个探勘工作的话 他们是针对在墨西哥 这个游泽顿半岩这个地方 的两个大的洞穴 进行探勘 那一个叫做 所谓的双眼洞穴 这个则是入口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 因为所有卡斯克地形的 这个水下去的地方 都有一个所谓的 入口这个位置 那这个入口看起来的话 很像这个一个地面上 一个很大的洞一样 那有个洞 叫做双眼洞穴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白色洞穴 那他们同时针对 这个双眼洞穴 跟白眼洞穴 同时派人到下面去 这个地方 那你看到没有 这个很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考古团队的话 还要身着这个潜水装备 在这个水里面 这个进行探勘 而且告诉各位 因为这个东西的水 并不是静止的 我刚刚讲了 这个水本身的话 是一个河流 是流动的状态 所以其实你会注意到 他们在水下 这个水流比较急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要拉着绳子前进 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 你没有拉这个绳子的话 就一路冲下去了 一路的话 就顺着河流往前进 这样子的 所以那个是 那个是非常危险的工作 那在这个探勘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们意外发现 在这个白色洞穴 还有这个双眼洞穴 入口下去以后 两个洞穴 相隔347公里 而且他们居然意外发现说 这两个洞穴 居然是相通的 所以有一条地下的河流 就直接连接了 这两个洞穴 这样子的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 这么重要呢 其实这个事情 在解决一个 过去在历史学上面 一直很难解释一个难题 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 在当地这个 尤家顿半岛这个地方 的地上的部分 其实就是古文明的 玛雅遗址的所在地 早期是玛雅遗址 早期它是 玛雅遗址所在地 那很奇怪 是玛雅遗址的话 以所谓的这个 中美洲文明来看待的话 这一个玛雅遗址的话 其实呢 在这个西元第九世纪 一度非常昌盛 可是呢 到了第九世纪 末期的时候 到了第十世纪 初期的时候 突然之间 从地表这个地方 突然消失 对 那消失的原因的话 其实说法很多种 有人讲说 过去的讲法 就是说可能 因为战争的关系 这个是一种说法 那第二种说法 讲说可能因为疾病 可能是因为 他们生了怪病这样 就全部死光了 但是呢 最近新的考古学资料 证实了 也是随着考古发现的 在中美洲呢 这个地方 有一座一个国家 也是我们的邦交国之一 叫做贝里斯 那贝里斯附近 有一个这一个 贝里斯是个海岛 那这个海岛呢 附近有一个 这个水下的一个洞穴 这个水下洞穴呢 一般我们称为蓝洞 那蓝洞的意思就是呢 因为它是个 往下伸的一个洞穴 然后从上往下看到的话 海水是一片蓝的这样子 很漂亮 叫蓝洞 那蓝洞为什么重要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其实呢 在中美洲这个地方 下雨以后 这个水呢 经过地下洞穴 它会冲入大海里面去 它会把地上的 这个所谓的沉积物呢 就一起带到蓝洞里面去 所以蓝洞里面的沉积物 可以判断说呢 在这个过去的 从地表充切而下的 这个沉积物 这个到底沉积状况怎么样 而且考古单位 他们在这个水下考古过程里面 意外发现 在第九世纪到第十世纪的 这个过渡期当中 蓝洞里面的沉积物 非常非常的少 而这个很少沉积物的话 其实这个也正是一个情况 在第九跟第十世纪交界的那个时候的话 当时中美洲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旱灾出现 而这个旱灾出现 刚好就跟玛雅文化灭绝的时代 事实上是重叠的 是因为没有水 所以简单来讲 没有水 而当地人饮用水的来源 来自哪儿呢 就我刚刚讲什么白色洞穴 双眼洞穴 三眼洞穴这种地方 去直接像是地下水井一样 到下面这边打水喝这样子的 那水呢 这个雨下来以后 直接进入地下 然后他们下面是打水喝 那因为旱灾的关系 所以可能在那个时候 它在地下的这个河流的水 就不见了 那因为不见以后的话 你要知道 玛雅文化人在盛旗的时候 它有两百万人口 这个有这么多 那两百万人口 你想想看 两百万人口 你喝一口水 我喝一口水 每天需要多少水 所以其实 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城市没有办法 供应足够的水 给他们喝 所以导致了 后来玛雅人 不得不放弃 他们的城市 是搬家了 所以其实 所有的一切的水源的资源 都没有了 所以玛雅文化 因此而消失 所以我刚刚讲的 这个水对玛雅人很重要的 而且最近 同样的 每一个国立的 这一个人类学 与历史学协会 他们也发表 另外一个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他们探勘地址 除我刚刚讲 那个双眼洞穴之外 他们也同时探勘一个地点 这个地方 在墨西哥的南方 非常南方 靠近 另外国家的边境的地方 这个地点 我们现在的中文翻译 叫做帕伦克 帕伦克的话 当地的发音叫做 帕伦奎这个地方 帕伦奎 事实上 它所在的地理 环境的话 当地称为 奇亚帕斯 奇亚帕斯这个地名 很有趣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对于古代文明够了解的话 就会知道 现在的埃及的金字塔 所在的区域的那个奇亚金字塔 那个地方 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称 也叫做奇亚帕斯 所以奇亚帕斯有两个地方 一个在这一个 现在墨西哥南部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 在现在的这一个埃及的 这一个北方的开罗附近 那个沙漠的金字塔区域里面 为什么他们叫奇亚帕斯呢 奇亚帕斯指的就是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金字塔形建筑 因为其实在帕伦克这个地方 发现很多的马亚人盖的 这种石垢金字塔建筑 而最近呢 国立这个历史学与人类学协会 他们在探勘 帕伦克这个地方的某一座 这个神庙的时候 他们对外公布一个重大的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神庙 在这个进行探勘挖掘的过程里面 他们发现神庙下面呢 找到一个国王的一个坟墓 这个国王的坟墓呢 我们中午把它发现 它的原始的发音叫Pakar 那Pakar的话 我们中文应该把它翻成帕卡国王 那帕卡国王的坟墓 就在呢 帕伦克当地的一座的神庙 的这个地下被发现 而这个神庙的地下再往下走 就是指着这个国王的墓 再往下的地方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个 地下的河流的通道入口 简单讲呢 就是这一个帕伦克当地的水源的 取水口这个位置 而在取水口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发现了国王的坟墓 就盖在这个取水口的上面 而这个是重大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一个情况是 玛雅人 他们在盛旗的时候 有200万人 那玛雅城市大概有10座左右 所以一座城市大概是20万人左右 那玛雅文化的兴盛 从西元第七 第八 第九 一直到第十世纪初期 这个时候 他们兴盛大概是300年的时间里面 过去在挖掘玛雅的这个遗址 或是整理这个过程里面 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平民的墓地 一天可以死20个人的一个城市 那一年有365天 而且重点是 这个城市还曾经兴盛了 三四百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算术体来算的话 城市的附近应该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墓葬区存在 可是很有趣的是 玛雅遗址很少有机会 让你看到这个坟墓 我们只看到这个地藏建筑而已 那挂的人去哪里 那问题是说这个地方 那死人去哪个地方 消掉 那其实这个事情 其实我跟我 要关跟我讲 这一个所谓的 在帕伦奎这个地方 发现那个国王的那个墓 以及那个墓下面 那个地下河流 那个河道是有关系的 因为最近已经证实了 其实那 马亚人的宗教信仰是这样子的 他们相信 这个人死了以后 会跟着一个雨神 这个雨神不叫做火星 不是苍蝇 就是雨神 下雨的雨神 那这个雨神的话 我们一般 我们把它翻译成Chuck Chuck中文翻译成夏克 那夏克这个雨神 它是风雨雷电之神 不只只有下雨而已 闪电 刮风 下大雨 都是他管的这样子的 他们认为说 马亚人认为说 人死了以后 会跟着那个雨神的雨水 一起进入地下世界 那这个雨神 像什么样子呢 各位看这个 这个就是雨神 Chuck的长相 雨神带你的灵魂到地下去 就是雨神下的雨 就带着你的灵魂 进入地下世界里面去 而那 我们在过去的 空国挖掘里面 也曾经看过一块 这一个所谓的一块 这个石碑的 这个一块一个木的盖子 那这个木的盖子呢 现在已经放在博物馆里面了 那这个盖子非常非常有名了 各位观众 请各位看好了 这个盖子 因为在这个 其他的一些地点呢 很多人说呢 这是玛雅国王在操作 这个太空存的画面 这样子的 为什么你看到时候 有人讲说 你看到没有 这个玛雅国王呢 这个躺在这个椅子上面 那往上看 你看上面应该是 观星移之类的东西 那他说呢 正在搬动那些什么 操作的翅膀 操作的仪器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 有人讲说呢 曾经有人这样讲说呢 它跟外形文明 一定有关系 因为看起来 很像太空船的内部 这样子的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告诉各位 当然不是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玛雅的宗教信仰里面 他们认为说 人死了以后 进入地下世界 跟着Chuck的雨水 进入地下世界 进入地下河流的时候 在地下河流里面 会有一只巨蛇 或是巨龙 把你吞噬下去 所以你现在看到 这个画面里面 这个国王 他是整个往下掉 下面这个张大嘴巴 把他吃下去的 这个动作 这个画面 其实是一只巨蛇 或是巨龙 张开牙齿 把他吃下去的画面 这是牙齿嘴巴 这是牙齿的嘴巴 所以是张大嘴巴 把他吃下去 跟他没有 融到这个地方 还有身体 还有头类 那是他的牙齿的部分 那上面那个呢 那上面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雨神Chuck的雨水 他能带着魔王的 这个身体或灵魂 进入地下世界 那我刚刚又讲说 玛雅的城市附近 很少有发现 那个平民的墓障 为什么知道吗 因为一般的推特讲说 因为他们这种 重要性小的关系 所以其实所有的 这个玛雅的 这个过去的 这些过世的人的话 他们就走到 这个洞口边这样子的 咕咚一声就往下扔 就扔到下面去了 身体就往下丢了 就跟着巨龙 就一起流走了 地下那一个河流 就是那个巨龙或巨蛇 这样子的 所以那个河流的口 是乱藏缸的口 可以这么说 也是银水口这样 不过因为河会流动 对不对 这个就把它飘走这样子的 让下个城市 去接触这个东西 那重点在这个地方 巨龙张开嘴巴 把它吃下去 那为什么会有 这个牙齿出现呢 因为其实所有的 这卡斯克地形 它那个洞穴的入口 这个地方 它都会形成那个中乳石 就是从洞穴上面 看到很多中乳石 挂下来这样一根一根的 而那个一根一根的 中乳石的东西 就像是那一个 那个蛇或是龙的 那个牙齿一样 所以他们这个画面 其实还蛮具象的 为什么呢 他们是用 这个地下河流的概念 把它变成是一条 蛇河流的概念 把一个人的身体 或者他的灵魂 给接受到地下室界去 环宇搜奇无奇不有 电影里能飞檐走壁 还会隐身术 涉暗器的人者 是日本千仓时代 至江户时代 出现的一种 特殊职业身份 就好比现代的间谍人员 而现在有一个 86岁忍者阿公 仍然饱刀未老 他所开设的忍者道场 每天都有上百名外国人 慕名而来 名叫初见梁昭的忍者阿公 为了打破民众对于 忍术就是暗杀的错误思维 他从50岁开始 花了25年的时间 分别在美洲 欧洲 非洲 教授忍述 例子遍布甚广 后来 初见梁昭返回日本以后 开设道场 继续授图 可以看到他 一收一挡之间 用柔软的姿态 轻松化解 并将学员击落在地 让学员们不禁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咱们 赞叹上 请 rest 允 чи Beyonce 我